今次想介紹這本書 一聽到書名 我相信有不少人都有共鳴 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 為何會有莫名的恐慌 容易焦躁 缺乏自信 一本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在看的書 作者是日本心理學大師 叫做加藤替三 而出版社就是《方舟文化》 我拿起這本書 都是因為裏面有些問題 都能回應我內心的需要 譬如說 為何講者無心聽者有意 你會傷心的呢 你是否有一夥的玻璃心呢 每一篇都有些進語 幫我們看 請好好正視自我價值 鍛鍊自我認同的力量 在心中不斷地和自己說 別人所說所做是他的觀點 不代表我的價值 我無需為此感到受傷 他列舉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共鳴 譬如說 借題發揮只為壯膽 有些人是這樣 我們如何面對呢 又或者是由出生 一直都未得到肯定 又如何面對呢 到最後一個篇章就說 一切就從珍惜自己開始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功課 我們很多人不懂得愛自己 可能因為上一代不懂得表達愛 又或者他們表達錯誤 對我們造成傷害 但這本書由最開始講述現象 到最後 教我們怎樣好好的活化心靈 仰賴和人交流 人本獨特沒有評價這回事 這些小標題 我覺得都很吸引 亦都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大家 由心靈的黑洞裏面走出來